今天又来帮网友找避暑的房子 网友委托我让我帮他找两室一厅一处一味 可以拎包入住 有家计家电提前的房子 今天找到了 到高铁站跟火车人特别近 到高铁站就有几公里 出行特别方便 旁边还有大公园 玩的地方也挺多 这边要安静一点 因为现在人少一点 刚刚这个里面房子也挺多的 目前手里面现在找到了有几十套 找到这个房子属于空房 房东要加冰箱电视洗衣机或者WiFi在里面 我们现在刚好三楼 这边是没有电梯的 是部体 三楼楼层也不算太高 往这边进去是两室一厅 一出一味的 这个房子也60到70平 往进门的右手边过来 是一个覆卧 这边有桌子 那个床 是一米五的床 往这边过来 这边就是厨房 厨房是单独分开的 这边也有桌子 那边是做饭的油烟机 这边是一个洗手池 然后接镜子 这边有操作 往右手边过来 是一个卫生间 是蹲坑的 那卫生间有通风 这边洗澡是用太阳能 有热水冷水 这边收的热水冷水的价格 是同一收费 是8块9块 这边过来是一大个客厅 这个客厅差不多有二三食品 上面是层高也蛮高的 三米多 这边的沙发 茶桌都带在里面 到时候房东在这个房间里面 加冰箱 这些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这个房子 这边过来 下面这是一个主卧 这个主卧差不多接近二十平 还是比较大的 那边床是一米五的 地面是瓷砖的 这边就是有窗户 下面是免停车费的 这边是公园菜市场 出行公交车蛮近的 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虽然在三楼 但是房间里面 它基本的配套 都有床 沙发在里面 如果有人要订这个房子 房东马上就加冰箱 洗衣机 加上周一晚块做饭的厨剂 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有网络的这种房子 做三个月是一千二月 也可以短做两个月都行 有人看中 有人一定可以提前 因为毕竟现在房子 目前手里面就几十套了 磨磨细细的 以后还在找 还在开发 所以到村民做这个思想工作 还是时间比较的比较久 有人看中 马上可以订 订完了之后 到时候我去开车 可以去车站 高铁站去接他 接着直接送到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订金收的是交给房东的 算在租金里面 合同跟房东签 签完之后 这个租金直接就付给房东了 然后主要是这个旁边 环境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